好 差不多最新消息来看到是政府将会有条件的解禁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美牛结果引发抗议 行政院发言人杨永明今天说了 这政府提出16次宣誓之后是和民众国会沟通的开始 新闻局也会尽快的印制说帖 并表示行政部门的专家学者会议会依据会议的结论 没有查到消费者食用中毒的个案报告 也就是说没有科学证实使用饲料添加莱克多巴胺之后的肉品是对人体有害的